沈阳启动低温雨雪冰冻灾害4级应急响应 据市气象部门预报 受东北冷窝及地面气旋强烈发展影响 7日至9日白天沈阳市将出现暴雪到大暴雪 局部特大暴雪 平均降水量20至40毫米 局部可能达到或超过40毫米 新增积雪深度15至30厘米 强降雪时段为7日傍晚至8日夜间 7日傍晚到前半夜市区可能出现冻雨天气 雨雪过后气温将下降12至14摄氏度 后期气温持续偏低 最大顺时风力可达7至8级或8级以上 按照省校预听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有关通知精神 根据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沈阳市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 和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应对工作建议要求 为确保师生人身安全 现就有关事已紧急通知如下 1.全市客及各类学校 11月8日停课一天 校车停运 2.全市校外培训机构 11月8日停止一切培训活动 4.要做好对广大师生员工的安全提示工作 避免发生意外事件 同时做好值班值手和信息报送工作 为保障市民在寒潮雨雪天气条件下出行需求 11月8日 瀋阳市公交车运营时间做如下调整 早高峰由6点30分到8点30分分 调整为6点到9点 晚高峰由16点30分到18点30分分 调整为16点到19点 全天累计延长早 晚高峰运营时间两个小时